Rawful 超級安靜的這台 可以了 開始喔 哈囉車友們大家好 今天經理又要來把這台車開出來外面玩一玩 特別安靜,這個是啟動當中 因為這台車跟上一台 阿提斯12代一樣都是油電的 那這台車是2020年的 Rawful 5代 這台是油電2.5升的 然後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那今天安裝的這款氣壓式的避震器 其實是在雲林西羅的萬勇 萬勇汽車來安裝 這個是萬勇老闆好勇自己的車 那也是經理的好朋友 那今天要安裝的這個 介紹的這個這台車 是氣壓式的避震器 氣壓式的避震器之前 經理也有撥過好幾台了 所以再來特別我們開到外面 來做一下它的動態的展示 所謂動態的展示 不只是我們現在行駛之間開啟的感覺 那也要把它降到最低 或者是升到最高 或者是一般行駛的車高 像KT的一個氣壓式的避震器 有APP 手機的話不論是安卓的系統 或者是iPhone的系統 都有辦法來做控制 APP可以控制 另外還有這個 這個是有線的遙控器 所以可以從兩個介面 都能來隨意的控制車高 那陸續在開賣的過程當中 也大概開賣了一個多月 其實我們之前的價格比較高 這台還有椅背的風扇 超速 來幫你切一下 這個車啊 我們公司裡面其實有一台車 是CAMERY的6代的3.5 那一台的話也有這個功能 但是呢 Toyota的這個車系 它的風速還有出風的效率 算是不錯 可是如果這個 這台冷氣真的超涼 才24度耶 所以油電車大家都說 油電車的冷氣啊 特別冷齁 其實是它的驅動系統不太一樣 一般汽油車是用壓縮機 那這個的話是用馬達 所以它的不論有沒有在行駛之間 或者是開高速的時候 它的冷房效果都特別好 像我們現在才開24度耶 以備又涼 這個油電車真的很棒 小馬跟你說經理好 小馬好 來 我們氣壓還有陸續 陸續還有在出貨當中 像今天又回來了 大概零件的話 大概有8套到10套左右 所以如果有下訂的 的一個車友們 請再耐心稍微等候一下 因為零件都已經陸續備齊了 有很多的車友都已經有附訂金了 所以我們都還在陸續趕貨當中了 剛剛講到哪裡 好 再回來介紹 氣壓式避震器的部分 Apple也有 然後有線也有 那氣壓的一個比較啊 其實不只是要比較價格啦 因為KT的6800 那也沒幣啊 一定是最低價 雖然有接到一些 一些威脅的 威脅我們賣太低 但是說真的 不好意思 大概只有做100套而已 這100套做完 就會把價格啊 把它調回來齁 然後 如果啊 待會再介紹的時候 有任何問題 很歡迎在線上來詢問 尤其是氣壓的部分的問題齁 我們都能夠在線上來 立刻幫大家來做解決 好 那這裡有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 我們把車停下來 然後 會在這裡 來做一個動態的展示 RA4 你的鏡頭給我 然後 先停好車 好 ok 我要帶手機 因為等一下會用這個手機 來 介紹 好 那我來 這個車還新車呢 才開 七千多公里 ok 等我一下齁 好 這個是目前一個正常的車高 正常行駛的車高 那這一款車的 原來的車高 大概是五尺 五、六尺幅 所以 車主一開始在設定的時候啊 並沒有想要設定的特別特別的低啦齁 好啦 那麼快 好 那車有 萬勇的老闆齁 浩勇的話 不只是 呃 氣壓變性改好了齁 還要很多東西齁 譬如說這個是 19寸鍛造的鋁圈 呃 這個是鍛造的齁 鍛造的鋁圈 那這一個 呃 原廠的話是配18或19 那原來的話是18吋 那也有升級成19吋 那也有升級成19吋 輪胎的寬度是一樣的啦 這個是霹靂肉的胎 也是貝耐力蠻棒的胎 而且有改了AP的多國賽卡鉗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系統的部分齁 這個是萬勇的LOGO齁 那這一台是四驅的 然後油電的 所以超安靜的還不宜 好像要從 等我一下 因為這個不是經理的車 所以不是很熟悉 後面要怎麼開呢 好 來 好 好我開鎖一下 它電動齁 然後系統的話 呃 萬有的老闆啊 因為才剛裝好而已 所以暫時先把它固定好 而且它在底層的話都做了隔音 所以還沒有開始在做 做一個裝潢什麼之類的 這個是Pump 然後這個是氣瓶 這個是系統 這個是藍牙接收器 這個是電磁法 那油電車它的電瓶的話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需要一個正電的時候拉過來還蠻方便的 那這個隔音材啊 我剛剛聽了一下Pump 打氣聲 比那個 比一般的車款還要更更 空震的話還要更小 因為它製震效果相當的不錯 所以 以這台車來說 它就能完全啊 藏在備胎室 所以 正常的這個空間呢 還是可以好好利用 那我們來秀一下 來秀一下這個系統 呃 剛剛車上那個是有線遙控器嘛 那如果要用 App的話 來我來看一下 可以打開這個App 然後它會自動連線 好 它連線好之後 這個是左前輪的 氣囊的壓力 這個是 右前輪 這個是 左後 這個是右後 那一共有三段的記憶 所以 前方的話要升降 就從這個地方 那這個是單輪的 所以它還有後台的系統啊 可以去控制它的 它的壓力 可以控制它的 Pump的壓力 還有其他的部分 好 現在有連線 現在的車高啊 記憶是在第一段 第一段是日常行駛的車高 在這邊 好 日常行駛的車高 這邊的話 比較好取勁 好 那我把它 把它 假設啦 我現在啊 遇到一個特殊的坡道狀況啊 下巴會去磨到 我希望它是升到最高的 好 呃 萬有的老闆 他是把它設定在第三段 好 那我要升到最高囉 我按下G3 按囉 按囉 好 它 我看有沒有連線 我看有沒有連線 好 我的藍牙好像太有卡 等我一下 我再把它連一下 我再重新連線 好 那我把它升到最高 是G3 好 升到最高 好 它現在慢慢升高了 好 如果這個車高啊 其實啦 已經可以直接去驗車 一般有說 有的說 改裝便器要驗車 不太方便 那這個的話 就直接把它升到最高 就原廠也差不多 是這個車高 原廠 搞不好原廠還沒有 像前面那麼高 這個前面的話 呃 設定的比原廠還要更高了 好 這個是G3的模式 是升到最高 但這個記憶第幾段的模式 是可以自己來操控的 好 那我現在 呃 想要把它降到最低 好 我想要把它降到最低 來我降到最低囉 好 來 好 現在有泄氣的聲音 已經開始下降了 但是大家請注意喔 像這樣下降的時候啊 要留意旁邊 這邊是不是有小朋友 手指頭如果放這裡的話 有可能轎車的話 它的間隙比較小 有可能會夾傷手 所以要小心 好 這個是設定到最低的狀況了 前面的話 其實啊 它可以靠它的長度來調整 後方的話 這個就是實際氣囊的壓力 做到最小了 所以這個就是已經是最低的狀況 那這個的話 每一個人想要設定最低的狀況 是不一樣的 那現在這個車高啊 一定是最低的 可是它的行程 它的統身有行程喔 它幾乎也是貼著在底部在跑 所以這樣的話 不建議做行駛 因為這樣行駛的話 它幾乎是在行程底部 是行駛起來是非常 乘坐感非常不OK的 所以正常行駛的話 它會在它統身做動行程一半 甚至一半再高一點點 才會是一個理想 很棒的一個乘坐感覺的區間 那KT剛剛經理有說過了 要比較的 絕對 第一個絕對不是價錢 第一個要比較的 一定是乘坐的感覺 跟系統的穩定度 那系統的穩定度 KT的話 在測試這個上面 已經花了兩年多的時間 在測試這個系統 目前已經非常非常穩定 iPhone也好 Android也好 都非常穩定 那還有一個就是乘坐的感覺 那乘坐的感覺 當然啦 技師的安裝的一個 成熟度呢 非常重要 像是 在KT的 氣壓的銷售體系上 我們就綁定了幾個 有經過公司授權 認可的店家 才能夠來安裝這個系統 因為安裝氣壓式的避震器 不只是 要會對底盤要了解 那對 電系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 接線架構 也得要清楚 才有辦法來勝任這樣的 設定跟工作 那 所以 KT的一個 乘坐感覺 其實是銷售一個 最大的賣點 那也許 經理來介紹說 KT的產品的氣壓 有多好做 說實在話 一點稅福利也沒有 因為 老王賣瓜 每個人都會說 自己的產品多好 但是KT啊 在像 這個是西羅的 萬詠汽車 在KT的台中工廠 或者是我們中區的 飛魚底盤技研 經銷商 甚至是 北部的經銷商 都已經有多部的 實車 氣壓的實裝車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如果車友們 對乘坐的感覺 會畫上一個問號的話 很歡迎來試乘 因為以前 氣壓給人的系統 就是帥氣 它能夠趴得很低來 帥氣 可是啊 乘坐感 就不是很理想 因為 氣壓式的避震器 它的阻尼 跟一般台灣式的阻尼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它的阻尼 會因為氣囊的結構 來做一個變化 所以它的阻尼 只要做的跟一般的不一樣 那KT的話 本身就是做阻尼筒 起極壓的 所以很清楚這些細節 需要怎麼做匹配 那像經理之前的 Golf 7代GTI 也是用氣壓的實裝車 就可以直接下力保來做賽事 所以氣壓式的避震器 不是不能夠激烈操控 是會不會設定 跟知不知道 要怎麼去搭配它的阻尼 像這一台的話 剛剛萬勇的老闆 也有分享過 它現在的阻尼尺 KT共30段 它設定的是前後到18段左右 那開起來的感覺 就非常非常舒適 如果不相信 很歡迎來KT來試乘看看 很歡迎找萬勇的老闆來試乘 那我們現在把它升到 一般行駛的車高好了 來 鏡頭再帶到這邊 現在換看後面 那我現在按G1 就是一般行駛的模式 來囉 好 它車子慢慢升高 唉唷 稍微已經有聽到 鏡頭應該聽不到 稍微有聽到那個馬達 Pump在打氣的聲音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預計啊 正常行駛的車高 所以 氣壓式的避震器 不只是 允文允武啦 所以如果要帥氣的話 當然也能夠達到 所以這個是氣壓避震器 比較一個全面性的 一個設定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今天有沒有問題呢 沒有 今天還有沒有 好 OK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分享 就到這裡喔 那如果啦 車友們對氣壓式的避震器呢 還有任何的疑問啊 想要了解的話 很歡迎跟我們小朋友聯絡 OK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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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